嗨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是今年度 嘉玉市青年创业奖励补助计划中 非常优秀杰出的店家 他们是年轻人返家创业 而且他们打造一家 保有日式传统的美感 还有很重要 年轻人的创业巧思居酒屋 你看到他们的外观 就是非常有创业 非常的用心 来 我带你们一起走进 我们家人酒厂 一起来看看吧 欢光临 市长好 好 我来了 欢迎来家人酒厂 哇 这个很特别很不一样 我们在门口做一个花灯造型 金鱼的花灯 那代表财运的意思 金鱼鱼 这是檜木的吧 对 整块都是日本檜木的 难怪 真的一摸起来很不一样 檜木原木 哇 所以坐在这里真的 哇 这很有 真的很有美感 而且很有质感 家野是个墓都 那我们把墓的文化 带入我们店里 像日本神社造型的 的吧台 你设计的吗 对 从我到尾都是我自己亲自设计的 天呐 这是我们店里面所有清酒的部分 大概有五六十种品项 对 那应该算是目前加益最多品项的 菊酒屋 这是日本一个 岩手县的酒造 哦 是是 对 那它做的醋米大饮料 那我们跟它配合 那做出家人包装的清酒 就这个 for嘉义 是 就 for我们家人酒茶 嘉义的家诶 美丽家人的家 那我们的椅子也是都特别定制 然后还有榻榻米 市场可以做做看 哇 天呐 好 哦 真的很舒服 我像我吃东西我也是喜欢 去餐厅之后也不喜欢坐吧台 看着里面的人在做事啊 对 嗯哼 对 那 这感觉是很好的啊 都看不到 最重要是干净 真的 黄金叶 我的阿嬷 你的阿嬷 对 我阿嬷今年九十岁了 阿嬷本来也是想要 叫我留在台北 家里古典 哈哈哈哈 他后来说 嗯 好啦 开啦 哈哈 然后他就写着这幅送给我这样 哦 好感动哦 好感动哦 开店前他有来嘉义 有看到他过来这里 他很开心 啊 对 哦 坐在这里很折磨人 你知道吗 又不能吃 我要先看着 那他一道一道摆上来 我现在旁边我多加了小溪 我想他们夫妻两位 小溪是嘉义人 然后来回家来创业 然后我想Ben他带着他曾经在台北新医区他有的那么好的经验 然后他留学日本 现在回来 我觉得真的是把传统日式的居酒屋里面 他有他传统的美感 哇 太棒了 福岡烤豚族 那是我们福岡居酒那边的一个特色餐 是用白酌的方式去把它乳制过之后 外表再烤成焦脆 那沾上日本的调味料 我第一次看到跟我们传统的鸡肉饭很不一样的 真的很不一样的摆饰 但是这里多加了一个蛋 对我们多加一个生蛋黄 生石级的蛋 那一般的鸡肉饭 我们的鸡肉饭是全部都用鸡腿肉去制作的 对那连里面的酱油 我们就是用在地传统的鸡肉酱油 对 酱油膏也是 我们在地鸡肉酱油 鸣鸣鸡肉 我们店内所有的酱油的调味品都是用鸡肉的 真的 当基底去制作 尝到这么样的美食 然后这么好的一个氛围 这么用心的设计 那坐在这里真的好舒适 我要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跟着家人跟着好朋友带着走进来 你可以尝尝 很用心的 很有特色的美食 我相信让你可以感受到家人的用心 家人酒厂欢迎你 人上来菜已经上了 人就过来了吧 准备餐具 大家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